来来看看这张图 如果我不说 你们谁认得出来这家伙是浩克呢 这是漫威史上最黑暗的一部漫画 提起超级英雄的作品标签 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热血沸腾 励志故事或者科幻大片 但今天的这部作品足以颠覆你对超级英雄的三观和认知 以上特征全部没有 取而代之的是残酷暴力和惊悚 下面我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部废墟 一切的一切都源自几年前的一起事件 那时的天才工程师托尼斯塔克研究出了新型武器 他愁愁满志的带着自己的发明 跟随军方一起奔赴到了越南的战场 自信满满的认为一定可以快速解决这场战争 结果意外被手榴弹所伤 差点丢了性命 好在斯塔克足够有钱也足够聪明 他为自己打造了一副钢铁之躯 在这个世界上 他不是数次拯救世界与危难中的钢铁侠 而是一个因战后创伤无法正常生活 不得已选择改造的钢铁人 之后斯塔克与科学家皮木博士联合了起来 打算组建一股革命实力 史蒂芬也不再是我们熟知的奇异博士了 在这里他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宗教师 他也加入了斯塔克的队伍 就这样由他们三个人所领头的复仇者组织出现了 在我们的印象里 复仇者联盟的成立帮了政府不少的忙 大家对超级英雄哪怕没有感激之情 也有最基本的尊重 但是在这个世界就完全不一样了 复仇者被完完全全当成了反动派 很快双方之间的战争打响 一名爱国者导弹 正中复仇者的昆士战机 就这样 这三名复仇者当场死无葬身之地 连骨头渣都没有剩 滚滚硝烟包裹着导弹的碎渣和飞机残骸 一起向下坠落 那粉状的物体 不知道是飞溅起的泥土 还是那三人已经烧焦的骨灰 在一片惊慌声中 有一个人目睹了一切 他就是我们这部漫画的主角 菲利普·谢尔顿 他以前是号角日报的摄影师 但自从亲眼见证过斯塔克这种超人类的死亡之后 谢尔顿便辞掉了工作 他要写下一部传记 里面记载着各种超人类经历 谢尔顿认为 这个世界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冷血麻木的思想 已经在人们的心底里扎根 这里几乎已经病入膏肓 无可救药了 他之所以要写下这部传记 是希望有朝一日世人能被警醒 是的 哪怕只有一线希望也要尝试 就这样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 谢尔顿四处漂泊 到处打听那些超人类的故事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全都不得善终 夜魔侠被辐射烧伤 抢救无效死亡 不 他甚至都没有成为夜魔侠 只是马特莫多克而已 谢尔顿坐在一个脏兮兮的酒吧里 看着报道马特死亡的报纸 就在这时旁边冲过来一个人 一把揪住了他 恶狠狠地说道 快给我买杯酒 不然我宰了你 闻听此言 旁边的人纷纷发出了嘲讽的声音 说他就是一个得了骨科病的疯子酒鬼 他是一个可悲的怪胎 生活里只有酒 谢尔顿默不作声地将视线落在眼前人的身上 谁能想到平行世界中几乎杀不死的金刚狼 在这里却成了一个只配活在下水道里的卑微流浪汉 他手上的皮肤都烂掉了 只能看到森森白骨 之后的日子里 谢尔顿听说了瓦坎达人特查拉 作为黑豹一伙的同党被捕入狱 克林特巴顿被枪决 前复仇者成员旺达为了保命 选择出卖同伴当了五点证人 谢尔顿来到内华达州 这里是政府关押克里人的地方 同时也是核武器测试的地点 出乎意料的是 看守的士兵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谢尔顿 让他穿上防护服 独自进入了关押克里人的地方 克里人拥有先进的技术 而且每一个子民都是一名优秀的战士 但那都是曾经的辉煌了 现在的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苟延残喘 面目全非的阶下球而已 他们骨子里的骄傲 早就被打磨得一点不剩 只有麻木 在里面谢尔顿见到了一个叫马维尔的克里人 他是为数不多还保持精神正常的人 这个人在终极宇宙中是惊奇队长 但是在这里他什么也不是 半边脸长满浓窗 溃烂到像是一个活死人 所幸谢尔顿这些年见惯了各种各样恐怖的事情 他没有害怕马维尔 而是对其进行了采访 三年之前他和其他克里人 奉至高智慧的命令 前来攻打地球 准备统治这里 没想到竟然在半路上 遇到了一个银白色的人形生物 他的身体是完全密闭的 是太空造物 可不知道为什么 这家伙竟然深吸了一口气 这直接导致他铁内平衡的物质被打乱了 他痛得撕心裂肺 抓挠着自己的身躯 让五脏六腑暴露在外面 最后就这样死在了太空之中 此后不久 他体内爆发出了一股宇宙强能 直接摧毁了克里人用来隐藏自己的矩阵 导致他们很快就被人类发现 意识到太空中还有其他生命后 人类第一次全体团结起来 克里人遭受了来自地球的核弹攻击 最后只有10%的人幸存了下来 他们被地球人带回战斧营关押起来 当年马维尔是所有克里人中 唯一一个帮着地球说话的人 可惜他的善良并没有换回好的结果 因为长时间遭受核辐射 导致马维尔的脸已经烂掉了 那些脑窗随时都会爆裂开 留下难闻的恶臭味 现如今所有的克里人都被关在这里 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他们生不如死 比圈养起来的牲畜还要卑微 每个人都得了癌症 他们无法接受治疗 只能自生自灭 狱警也不会把死去的人带走 克里人只能将尸体堆起来烧掉 他们每天都睡在同伴的骨灰之上 在地球人眼中 没有所谓的超级英雄 那些能力异于常人的人都被当作了怪胎 或者沦为了军方的实验品 这就是最现实的结果 这次采访结束后 谢尔顿看到了一张报纸 一张关于X总统的报纸 照片中的他被一位陌生男子推着轮椅 该男子背后还有一双若隐若现的翅膀 谢尔顿没有把时间浪费在看报纸上 他在曾经的华盛顿找到了尼克弗瑞 想向他打听一下美国队长的下落 但对方显然不想谈及这个人 谢尔顿知道尼克的顾虑 他曾经帮政府干过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但后来尼克选择了退出 不想再跟政府和军方有任何瓜葛 谢尔顿解释说 自己要写一本书无关政治 这顿时激起了尼克的好奇心 他告诉谢尔顿 在打仗的时候 美国队长教会了自己吃人 还没等谢尔顿做何反应 一名红发女子扭着腰走了过来 他叫秦是一名风尘女子 只需要20美金便可享受所有的服务 尼克见状一枪打死了秦 随后长叹一口气 自嘲般地说道 真是痛苦啊 这个国家正在陷入变异 只有成为变种人 才能熬过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 那你是变种人吗 尼克夫人上相 是的 我是道德变种人 嘿 知道吗谢尔顿 上个星期 我们刚刚杀死了美队 希尔顿来到了芝加哥 找到一个叫李克琼斯的小伙子 不同于其他人 李克琼斯是主动联系的希尔顿 他声称自己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希望谢尔顿能将这个秘密写进书里 来到李克琼斯的住处 地上躺着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 这是他的妻子 夫妻二人骨瘦如柴 像尹君子一样 李克琼斯还记得几年前 自己坐在一片草地上弹吉他 没想到旁边突然钻出来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博士 大喊着说这里有炸弹 随后一把就将李克推到斜坡下 只见后方发射出一股强光 当场照射在博士的身上 紧跟着李克就见到了这辈子最恐怖害人的一幕 这位救了他性命的博士 在那股强光的灼烧之下 皮肤慢慢变得渠黑 伴随着响彻天边的嚎叫声 他的身体慢慢开裂 泛出诡异的绿色光芒 慢慢的表面浮现出一片一片的浓包 最后撑裂了博士的身躯 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后来李克琼斯才知道 那里是军方的一处实验室 那股强光是伽玛射线 好心的博士被伽玛射线照射过后并没有死 他被军方抓走了 关在一个秘密基地里 沦为了实验品 代号叫做浩克 在提及救命恩人的时候 李克琼斯红了眼眶 一旁的女人大喊着说 他正在编故事 李克琼斯气急败坏地上前 对着其又打又骂 什么难听的字眼都骂得出来 谢尔顿不想留在这里 他深吸一口气离开了 据他的观察 李克琼斯就是个隐君子 上说的这一切很有可能 真的就是他编的故事 但谢尔顿注意到一个细节 李克琼斯在和液体马飞 这玩意儿可以缓解癌症带来的疼痛 也能侧面反映出 李克琼斯受到了辐射的感染 所以才得了癌症 还有他的眼神是那么的真诚和迫切 只有谢尔顿的书得以发表 浩克一世才能真相大白 这是李克琼斯唯一能为恩人做的事情 在这个混乱的年代 能看到这种眼神属实是难得 所以谢尔顿觉得 李克琼斯没有再编故事 走出家门后 浓重的血腥味暴露在空气中 扑通一声 一具满是血的尸体落在了谢尔顿面前 他几乎已经司空见惯 看了看死者衣服上那个白色的骷髅头 谢尔顿上前沾了一点他的血 抹在自己脸上 星红的血液与纯白无暇的血地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今天可能他死 明天就有可能是你死 后天也有可能是我死 上有温度的血液提醒着谢尔顿 他的使命还尚未完成 他不能死